据日媒3月25日报道 日本一名50多岁的男子 近日在北京突然被中国安全机关逮捕 虽然中方至今没有透露这起逮捕事件的具体原因 但日方认为 这名男子很可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日本外务省还透露 自2015年以来 在华被抓捕的日本间谍共有16人 至今仍有5人被拘留 《环球时报》第一时间转载了日媒的报道 并给予了一些说明 据日本放送协会25日报道 这名男子是一家知名日本公司的高管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 他本月较早前因涉嫌违反中国法律 而被中国安全机关拘留 男子聚报可能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共同社报道称 日本政府一直寻求中方立即释放他 并尝试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他提供领事支持 报道称 除这名男子外 自2015年来 至少16名日本国民 应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捕 3月27日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问发言人毛宁 关于中方抓捕的这名日本间谍的具体情况 日本记者在提问时还不怀好意地说 中方经常说要遵守法律 但此类案件通常不公开相关信息 一些外国人对此感到无所适从 一些企业还出现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消极议论 面对日本记者的问题 王宁的回答很干脆 中方之所以抓捕这名日本公民 原因是此人涉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换句话来说 既然日本人在中国违反了法律 就要接受法律的严惩 随着报道深入 这名间谍的公开身份也逐渐浮出水面 这名50多岁的日本间谍任职于安斯泰来制药集团中国分公司 是一名高管 据报道 安斯泰来制药集团是一家知名度颇高的大型跨国医药公司 同时也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 在上海 广州 成都和沈阳都是有分公司 在被抓捕前 这名日本间谍即将结束在中国的职务 正准备返回日本 随着这名间谍的落网 日本政府很快做出回应 在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内 便跟中方敲定日本外向林芳镇访华事宜 据中方相关人员向媒体透露 本以为日本外向访华的时间 最早会定在5月的假期 没想到在最近一周内迅速敲定 日芳显得非常积极 速度如此之快 这是中外媒体都没有想到的 可见这名日本间谍身份不一般 林芳镇这是来当面向中方要人的 4月1日 日本外向林芳镇抵达北京 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访华 从中日近年来互访情况来看 林芳镇这是被岸田文雄 任命为日本外向以来的首次访华 也是自2019年12月 茂木敏充访华后 时隔三年日本外向再次访华 所以格外受关注 从官媒的报道可以看出 林芳镇受到了高规格接待 国务院总理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三人 先后跟林芳镇进行了会谈 林芳镇来启程访华前就表示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部长级外交 我为此准备了丰富的议题 我将与中国之间存在不 少课题和悬而未决的议题 该提出主张就主张 为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 深入交换意见 反观中方 王毅在北京接见日本前首相 国澳亚洲论坛前理事长福田康夫时 提到了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 表达了中方有理由对日本对华政策 可能的倒退感到忧虑 对日本是否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向提出疑问 从中日双方高层的表述可以看出 林芳镇这次访华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4月2日 外交部长秦刚和林芳镇举行了正式会谈 当林芳镇提出希望中方尽快释放日本间谍时 秦刚用七个字直接断了他的念头 中方将一把处置 当着林芳镇的面 秦刚把话说得非常直白 要求日本必须做到下面四件事 其四大要求 第一要求日方不要忘记初心 更不能短视 秦刚表示 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同时 今年又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5周年 中日两国作为禁令 应该处理好两国关系 以实际行动将中日关系改善好 发展好 第二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拉邦结伙 当着林芳镇的面 秦刚说得非常直接 他说 面对矛盾分歧 拉邦结派 喊话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 只会加深彼此隔阂 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奠定了两国关系政治法律基础 重信首诺 以史为建 是中日关系 行稳致援的重要前提 今年七国集团 G7领导人峰会 将在日本广岛举行 作为G7轮值主席国的日本 近期动作频频 去日媒报道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决定邀请韩国 印度 越南 印尼 澳大利 亚、库克群岛、科摩罗与巴西八国领导人 参加G7扩大会议 显然 日本政府此举就是拉邦结派 目的就是为了遏制 围堵中国的崛起 日本政府此时这样做 显然背后有美国在施加压力 第三 要求日本政府要谨慎处理 福岛和废水问题 秦刚强调 和废水排入大海事关人类健康安全 日本政府要负责任的处置 第四 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插手台湾问题 众所周知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任何国家跟中国交往时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关于台湾问题 秦刚表示 台湾问题是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敦促日方恪守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和迄今承诺 不得插手台湾问题 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 秦刚用两个不得来告诫林方正 就是以此来警告日本政府 没有任何资格插手台湾问题 对于中方要求日方做到的这四件事 在官方媒体通稿中 林方正没有就这四件事 给予具体回应 林方正只是表示 日方愿同中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恪守日中四个政治文件 加强各层级沟通和务实合作 妥 处各自关切 推动构筑具有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共同作为负责任国家 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 就在林方正专机刚离开北京 日本政府就针对中国采取行动 日本共同社4月2日报道 日本政府很快将推行 无偿支援伙伴国家军队的合作机制 目的是提升这些国家的军队能力 进而实现 遏制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能力 能力 noche 入色 水 水 轴